现在是2021年的4月8号的中午3点钟 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国最具传统历史的一个苗王 和吴和苗曾经居住过的古居 这整个村曾经在1928年被李将军烧毁 这是全村仅剩的溜动路 溜动房子 看一下苗王他是怎么生活的 这就是当时的苗王 这是他的家 他们家用的这些水桶 木贬大 看到这个地 这个地已经坑坑啊挖了 有六百年的历史了 这是木的房子结构 木的房子 这就是他们住在这个木的房子 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 这是他曾经 这个草这些的墨子 这里是水井 这边是他们家用的水 这就是当年这个苗王生活的地方 你要了解中国的苗王的历史 叫通过我的镜头 就通过我的镜头 我们下期再见